大开幅度 你看看 我们现在全台湾省 求道的有多少 各族各县都有求道的 太多了 没办法统计 这是人为的吗 一般宗教没办法跟我们相比 道就是道 教就是教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所以大开幅度到什么程度 世农工商世界 几乎呢并驾齐驱 我们人的某一个人都有个立场 你进入哪界 我们大了 憋着业子进入哪界 现在来说 我们来台湾呢 老先生带着我们各个先生来台湾 老先生你也看到了 85岁 现在86岁了 身体健康 那不简单的 那老先生86岁的高龄啊 现在是得天之福啊 得天之寿 得天之贵啊 知道吗 如果老先生不修道不办道 哪有今天的立场 哪有今天的高龄啊 都妥得素了 老先生妥得素了 算命的先生几个人讲 这位老先生有大德 他妥得素了 寿命怎么算 不可能花到86岁 85岁 现在说这个算不出来了 不在五星之内的 我算不出来了 120岁也可能 算命的先生啊 都是自己人的算的 所以我们这个修道办道人啊 知命立命 可以改造命运 可以得天之福 老天的给你夫妻 你用不完的 得天之寿 老天要给你寿的话 不知道活多少 啊 得天之贵 你老天给你一个位子 这个位子不是说 能够做大官发大财的位子 是先天的一个天觉的位子 都是修道办道多年 接点而来的 啊 那么现在就是大开幅度来说啊 你们这个学界 这个学界是为了士啊 学士 就是督书人 这个督书人为将来啊 入了社会 你不管在哪一个阶层 是一个领导阶层 你看那个过去我们的国家啊 专制时代 那个称相啊 宰相啊 什么 辅佐皇帝的都是 都是大学士 都是由拿选来的一些称相宰相 都是由状元 榜养 烫花 进士 起码秀才 那就十年憨疮苦 金榜提名 慢慢慢慢的 搭到一个丞相 一个宰相 一个辅佐皇帝 那个说帮助国家啊 料理一切的正式 怎么样 都得要 五十岁六十岁 到那个程度有经验的 你马上就二十岁 二十五岁毕业大学生 跑到皇帝旁边做丞相 不可能自信啊 你不看 你们也看过 那个历代的 那个历代的 我们这个 什么国家 那个史啊 都知道 所以这个士啊 是中介的领导者 你不能不能 我们不能看清你们了 你们也不能看清自己 你们十年 二十年以后 你们是某某阶层的 一个领导阶层 是一个 是一个出人头地 所以士为 世界的领导 你们不能看清自己 你们很好的命 你们的命很好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你们命不好 你就不会念大学 你不会念专科 你命很好 这个 实在说呢 是 你看现在我们的学界 很 很妙呢 悠难道北啊 这个学界 在校生 秋道 修道 半道 太多太多了 现在过去十年以前 我很重视学生 哎呀 常常给我见面 我请他吃饭 他给我讲话 我给他讲道 我跟他聊天 都很熟 这个什么名 你看他们 风甲学院 我跟他们最熟 都知道 现在怎么办 很多的 比风甲学校还好的 觉得很多了 这个我知道 什么台大的 政大的 甚至什么成功大学的 好多好多的 都吃素 都度人 结果在我面前一站 哎呀 都很熟 什么名字不知道 这其实没办法知道了 人太多了 我们到进入学界十五年 到现在 打开古渡 这个迅速 这个速度太快了 真是胜于只有尔传命 那一传十十三百 这不是恼然的 这不是单纯的 这老天的天命的祖使 众先佛呀 抱这些个靴子们啊 抱你们这些个靴子们啊 统统给带进来